是属于新型态的打野嘛 就没算太关注过 但是NIP现在成绩 NIP现在成绩还蛮好的嘛 然后那肯定跟打野有一定的关系 就回去的话尽量去看看 就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打野 可能不会做特别大的调整吧 就以现在这个状态去跟NIP打的话 感觉我们应该会赢下来 加油 然后注意力集中 相信队友 我们可以打得很好 对阵UP的话 我感觉我们就是打好我们自己就可以了 也是有关注那个UP和宁王的 然后感觉他这赛季打得还是挺亮眼的 然后我们应该也会去针对他一下 然后毕竟他是个节奏点 我想对来主场的对手们说 买好当晚的飞机 这个英雄也是他的比较招牌的了 直接锁下 哇这一把双方的这个进攻属性 其实都挺强的 UP可能在下半区这个地方 在前中期稍微话语权更多一点 而左边的上半区 NIP这边的上半区 在前中期非常能打 尤其这个鳄鱼 可能进入到中后期以后 UP的阵容更比较看住他的开团 甚至说酒桶能不能炸出来一个好桶 但在前期来说 UP的阵容确实要比NIP来得更凶悍一些 在下半区 二打二 安只有没有蓝 要等一个饼干 先来一个E 锯技能蓄起来 顶出去 没有撞到人 酒桶进场 这个位置 一技能炸到两个 加强炮以后 找酒桶 酒桶这个位置稍微有一些尴尬 直接被加强的锤子形态带走 凝王这个位置 交闪现Q 被闪现躲开 2v2全线溃败 终于双倒 其实要打是可以打的 我觉得可能要打的稍微果断一些 等对方出来的时候再来打 因为这个Q一空就变得非常尴尬了 对 而且本身有等级优势的打野啊 第一个Q技能一空 感觉就没有这个优势了 是的 然后后续就是追击 因为前期你跟杰斯打2v2 一定要注意的 杰斯是有两套技能的选手 可不嘛 主要是杀到这波拉扯的也好 他第一时间就行 可能对于UP来讲 现在如果想起节奏的话 要转移到上路了 因为下半局是真的很难打 魏在靠了上路 又被推过来 直接拉走 又开启自己的大招 上来自己的技能 还在CD中 一个红木Q技能 回了一口 回的有点多 在等W和E的CD 一技能马上转好 想操作 这波Q马上也好了 走位又多了一个 W咬住 AJQ杀了 还要再去找Hary 两段一作目了 A一下 Invisible Core 已经有那个画面了 看一下上播的一个回放 鱷鱼先跟Hary 交了一套血量 Hary残血的情况下 先顶上来 半血开大 没有任何问题 配合上打野 但是你往这波只有6级 带过来给Q3 把人带到了 这个魏的脸上 一套控制链打满 但就是这一个红木Q 把血量拉起来 进入到草丛卡视野 A一下 左Q3 咬住 哦呦 这满怒 这一下太吓人了 凝王这波走上 是生生吃了 两个红怒Q 是 主要他武器 有大招 有大招 天顶之刃配合上大招的太阳药般 把下斗卡在这里 动弹部的闪现 躲开了致命的爆破酒桶 迎来的是 FOTIC的反击 魂离全开 直接再次击杀您 不是 这波应该是要在 对方视野区 布置一些视野的 否则 感觉这波换线完了 哎 这波要撞上了 可能 但好像想反开 直接给大叔的大招 后面要等太太一勾 蛇蛇这位 怎么办 狭有计划 狭帮打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大叔的暴击 就暴上去 想要卡神会拍回来 但是刀口交出自己的闪行天 令人知道这个大叔人 要不要再晕一下 伤害是真不够啊 最后被安就一锤子敲死 上路又打起来 开启总军时刻 往前想要一样 等自己的精神 CBQ3铲回来以后 海瑞好像伤害不是很够 Q技能转一下 看因为 从线上来 后面有人顶上来 打一套给泳霜 炸回来 再接Q技能 伤害灌码 女坦进场 闪现在躲苍穹之月 安就这个位置 想操作骂 操作不了500块 复制拿下 这波在中路 反而自己主动来了 和这个红刀加速 侧面开大招的鳄鱼 好吓人 一拳锤开 闪现咬住上雪霞的血条呢 没了 直接消失掉 再往前二段直撞 想要再留一下位 为交出自己的冲拳拉走 安就也过来 找抱着一位一 打起来 泳霜动作 但是不怕 仓球这垂上去 大拢空了 走位躲开以后 还要再追 一技能敲断一下 但也没有后续了 安就的技能 已经全部消光 但是先锋一放 中路塔一拿 AD再倒 NIP的进攻 强大的进攻 企图再次展开啊 这下路吃压力 中路被拆塔 一路建置高地 披露先锋 只能往后跑 还勾到人了 舌舌 这波被勾 有可能是个大问题 紧身开出来 TP来自于九童 正面打了个四规五的团战 终结的鳄鱼 狭拿到了 而且后方杰斯 切入以后 Harry切到了后方 弗体克卡了三个人 人前 尽力出出 宁王先到 后面 Harry也被处理掉 同比被扭开 弗体克这波 顶着三个人 还要再来 有罪名 定住 B进化 往前追着 转火 找蛇蛇 但蛇蛇也可以拉走 TP给的 非常的合理 来找鳄鱼 四抓一 强行来抓 杰斯TP来绑 但是瞬间融化 杰斯落地的位置 可能稍微有一些危险 赶紧开启加强门 但是上二他已经告破以后 转头想往上边包 但是这个时候没什么伤害啊 主要是发现了 NIP的众人 就在自己的红去啊 形成反包 Harry过来 吃了两发 好痛这两发 但是持续的拉打过程当中啊 手长的优势 NIP就体现了出来 鳄鱼十秒要活了 树盘根 一个大招 被进化解开 这个位置多摊了一下 皮内的副子 并没有炸回来任何人 这样先倒一个副子 而且鳄鱼马上复活以后 NIP可能转头 要去打这条大龙 感觉真能打呀 这个时候 虽然说刀刚刚白刀被打掉了 但这一波一样够 因为少人 还是有点犹豫吧 又不许想开 但是又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去开 那现在这一线生机 全部压到了凝望身上 一勾 勾上去 顶住伤害 安杰在旁边疯狂说出 有人给视野 鳄鱼来了 这鳄鱼开启大招 带着怒气 直接上来先咬舍舌 舌舌被解决掉 而侧面上面也打了起来 鳄斐路斯向前 一下配合操战之月 又拿到这种闪现咬住 好像再次开战 正面炸回来 虾斗这个位置 血量还算比较健康 而在正面鳄鱼进去 搅了一圈以后 太坦的大招 正好震起兜狗 舌舌开进去 但是没有后续伤害 杰斯进场先处理掉AD 配合上AD以后 再处理掉宁以后 Harry尽力想换 没有办法 伤害就是不够 又是一波零换四 三杀到手的Angel 虾斗不让舌舌回下 而正面的话 甚至有可能完成一波 好像要结束比赛了 这中路也正好有兵线 保着这个兵线是可以拆的 舍舍怎么办 环游地球 那现在确实守不住这个家呀 长跑开启 距离复活 还有十秒 UP好像没有反抗的空间了 那我们恭喜NIP 就像虾斗说的 来这里挑战 准备好晚上的机票 UP在面对NIP的时候 两场没有太多的反抗余地 就像虾斗那样的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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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